已经下来了 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花生来做一个好吃的 准备300克的面粉 放入3克的酵母 10克的白糖 白糖可以促进酵母发酵 倒入150毫升的温水来和面 把面全部搅成絮状之后再用手揉 这样很容易就做到了面光手光盆光 揉好之后盖上盖子 让它饧发至两倍大 准备平底锅 放上我们的花生米 开小火给它炒一下 晾凉后的花生米外皮特别的酥脆 用手轻轻的一搓就可以搓掉 把破了皮的花生装到袋子里 用擀面杖给它敲碎 准备一个碗把花生碎放进去 再放上一勺的红糖 半勺的面粉 拌匀备用 翻好的面取出来 放到案板上揉搓排气 把揉好的面搓成长条 分成小剂子 把每个剂子给它擀成中间厚 边缘薄的圆饼 放上我们调好的红糖花生 包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还记得小时候妈妈给我们包的糖三角吗 今天我们就包这个糖三角 来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这个边一定要给它捏紧实了 准备一个平底锅 在底部刷上底油 放上我们做好的生坯 盖上盖子 让它再二次醒发十分钟 二次醒发之后 我们给它上火 开中火先烙至一分钟 锅内的温度开始升高 我们的生坯也开始膨胀 这个时候我们再转大火 水量没过生坯的三分之一就可以 盖上盖子 焖至水分完全收干 关火 焖三分钟再出锅 我们的糖三角做好了 各个底部金黄 因为加入了面粉 这个红糖它不会流出来 而且吃起来特别的香甜 这个花生也是脆脆的 非常的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我是毛毛 每天更新不同的美食 喜欢就关注我吧